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时尚前言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Jennifer 我们又见面啦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夏天快到了 除了遮阳的使用功能外 帽子作为一个时尚单品 最近也悄悄火了起来 我就一直在寻觅一顶完美的帽子 发现很多品牌最近都推出了 很有特色或者特别好看的设计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 想要买到完美的帽子 但毫无头绪 那今天的介绍可能会给你一些灵感哦 说起帽子 不得不提的肯定是Maisen Michelle 他于1936年创立 虽然也曾经拓展过单品类别 但80多年来 一直以顶级的制帽工艺文明 Maisen Michelle的制帽有多厉害呢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他便成为了多个巴黎高级定制品牌子的制定工坊 1997年还成为了 Chanel旗下10个高级手工工坊之一 品牌最经典也是最受欢迎的 就是图中的小礼帽 Virgini 当然如果经典的Virgini你已经有了 那今年夏天可以看看Maisen Michelle棕榈草编织的款式 非常适合度假时候戴 而且质感真的特别的好 平顶帽子更加优雅可人 有法式浪漫的感觉 大颜软顶帽更加随意洒脱 搭配衣服更加随性 不同的帽子根据它的特点 哪怕是同一件简单的衣服都能营造不同的造型 除了这些优雅甜美的款式之外 Maisen Michelle还有戴小耳朵非常个性的Jemmy 也很值得尝试哟 她在传统棒球帽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设计 反而有点像马帽 不加拼接的流线型设计 让帽点看起来一气呵成 非常有立体感 同样的 今年也有很多适合夏天的马卡龙色可以选择 说到平时最常见的棒球帽 其实今年超级火 很多品牌这两季都推出了 带有自己品牌特征的棒球帽子 例如今年Burberry推出的 泥彩条纹棒球帽 经典格纹搭配彩红色的泥彩条纹 复古与年轻的碰撞 感觉非常有艺术感 而且充满了朝气和活力 Balancic最火的一款帽子 就是它的logo了 这款帽子深受年轻人的追捧 可谓是明星同款啊 Valentino最经典的就是 锚钉元素了 这一季除了衣服 鞋子 包包有锚钉设计外 还可以配上一个锚钉的帽子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 Valentino锚钉的设计 或者可以选择野性风格的Versace 黑色皮质棒球帽 搭配标志性金属logo 有种蒸汽朋克感 酷镜十足 但又不乏奢华的感觉 如果你觉得这些帽子 担价过高 或是太过浮夸 也有非常平价的 适合日常的小潮牌 可供选择 无论是凹造型 还是你没洗头 都是力争时尚上游的 小利器哦 接下来要给大家 推荐的第一款 同样来自Balberry 以裸肤色为主色调的格纹 搭配起衣服来 也很有轻松愉悦的度假感 随性中还透露这些文艺 最近大火的估计渔夫帽 也特别受欢迎 这款帽子其实介于 渔夫帽和宽颜帽之间 非常个性 真丝材质加下垂的帽颜 反而有种抖力的即视感 看起来带点禅意 而今年另一款最火的帽子 就是2018春夏 Chanel的透明帽了 优雅的帽型 搭配轻盈的透明材质 个性又带有一些科幻感 Chanel的透明帽子 这一季时尚达人们几乎人手一支 尤其是具有透色效果的帽子 可以毫无保留地将头发的颜色暴露出来 如果恰好你有一头与众不同的发色 那么就非常完美了 在帽子的帽型上 宽颜帽是相对实用的款式 不仅可以有效地遮住一些阳光 而且宽颜帽的比例很容易遮住脸 显得你的脸特别的小 宽颜帽中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这种编织的大草帽 编织草帽非常的多 但是要找到设计特别 质感好 不扎手的款式 其实还挺值得收藏的呢 尤其在沙滩 搭配长裙或者泳衣 女神感十足 这支帽颜上有字母的草编帽 来自Eugenia Kim 帽子背后搭配一个手写体的slogan 可以体现更多的个性 让这款草帽成为了很多女生 度假时最爱的单品 因为从背后照照片真的特别的好看 不过作为宽颜帽 我还想给大家介绍这两款 虽然非常的不日常 但是只要一戴上 七场立马一米八 就算是个彩蛋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勇气收下这两支呢 今年另一个悄悄活起来的帽型就是海军帽 Shanel 2018早秋的整场大秀 每位模特都戴了一顶海军帽 2018春夏Dior秀场的海军帽 每支都加上了网纱的设计 更加女人味十足 这顶帽子最近也是大家抢得很厉害的单品 还有这顶网纱贝雷帽 也是我个人准备入手的一支啦 好了 介绍了这么多帽子 这当中一定有你喜欢的吧 你被种草了哪个牌子 哪个款型 你最喜欢的帽子品牌有哪些呢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赶紧下手吧 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